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用西红柿和鸡蛋来做一个好吃的 首先准备两个西红柿 在顶部打上十字花刀 用开水烫一下 接下来我们把一根香肠切丁 大葱剁成葱脆备用 烫好的西红柿我们先去皮 再切成小丁 装入碗中 打入两颗鸡蛋 搅拌均匀 加入准备好的香肠丁和葱花 一勺盐 半勺五香粉 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勺面粉 面粉不需要加的太多 主要起到粘合的作用 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充预热 刷一层薄薄的油 锅热后下入菜糊 摊成小饼 中火煎至一面定型后 翻一下面 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出来的西红柿鸡蛋饼 好吃又营养 非常的开胃 看着特别的有食欲 如果喜欢的话 你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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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